相隔二十年你覺得看到偉仔最大的成長是什麼 覺得他越來越會懂得享受自己的時間跟空間 他應該努力的時候比我還努力 他應該懶的時候 比我懶太多了 因為他很懂這個書我要學習 這句話你贊同嗎 我懶的時候我的確是很懶 麗如有多懶 我距離上一部電影我已經兩年沒有工作 可是我們怎麼這麼常看到你的電影 但是我上一部電影已經是兩年前 我休息了兩年中間 就突然間不想工作 所以這等於是兩年之後再度為了金手指回來工作崗位 對 怪不得今天就是覺得 還想要繼續放假 港犯罪電影《金手指》上映後票房口碑皆爆棚 這部片義是劉德華、梁朝偉 相隔20年再度合作 電影裡重現兩人超多 無間道 中的經典對決 日前主持人簡歷哲也親自專訪兩位主要演員 提到兩人認識至今40年 梁朝偉也將對方視為老朋友 直呼每次見面都有種親切感 此外梁朝偉也透露自己兩年沒有工作 家人的感覺 對啊 有點家人的感覺 就有時候可能我跟我弟弟也很少見面 但是每一次見到的時候都會 不知道為什麼就有種莫名的關係 或者是那種好感這樣 那在表演上面一直下來會都看到 我也在最不同的領域不同類型的 就他常常說我打得厲害 我看到他打得也很厲害 在表演上面就是每一個戲 他都會有一個新的不同的表演方法 或者是一個另外的層次 但是也不會丟掉他本來的那種 裡面的那種靈魂 所以一直都看到他在成長越來越好 那相隔二十年你覺得看到偉仔最大的成長是什麼 覺得他越來越會懂得享受自己的時間跟空間 他應該努力的時候比我還努力 他應該懶的時候比我懶太多了 所以他很懂這個書我要學習 這句話你贊同嗎 我懶的時候我的確是很懶 例如有多懶 非常懶 我距離上一部電影 我已經兩年沒有工作 蛤 對 可是我們怎麼這麼常看到你的電影 但是我上一部電影已經是兩年前 我休息了兩年中間 就突然間不想工作 所以這等於是兩年之後再度為了金手指 回來工作崗位 對 快不得今天就是覺得 還想要繼續放假 對 那你看到那個華賽的成長呢 尤其剛剛你有提到最會打 其實現在打你也很會打 但是你的打都是一些特效 CGI多 對吧 在好萊塢的這些效果 我們都看到上戲大師 那你的打其實是 因為港片唯一最大的 我的都是假的 真的嗎 對 都是CGI 你的也是 我不相信 華仔真的是真槍時代 沒有 沒有 他身手真的非常好 然後就是 又很有目標 然後又很努力 然後不但是在演員方面 有很好的發展 然後又唱歌 又建制 電影 所以他的 我覺得他 對我來說是不可思議的 你怎麼可能 全方位 對 全方位 做那麼多方面都那麼成功 嗯 真的 這個 這句話你就很贊同了 對不對 沒有 這個 真的是好朋友才會這樣話 嗯 那你看你們都已經彼此這麼熟了 尤其剛剛Andy都覺得 就是把Tony當自己的弟弟了 會不會在拍戲的時候 太有默契 以至於就有個眼神 你就知道對方要說什麼 或是對方要做什麼 然後你們可以 improvise一些東西這樣 這個我倒沒有特別感覺到 但是可能是對大家的節奏都很熟悉吧 嗯 然後所以為什麼那麼合拍 但是不是從一個眼神 反正是整個演習 節奏 那好像兩個很很切合的 所以好像兩段音樂你可以放進來 不會覺得不合 不合 那誰哪一段音樂跟你不合 沒有沒有沒有 我意思是用音樂 壞人 壞人 跟我講話禮貌點 沒有我跟蹺蹺板差不多嘛 因為好像兩個人在對立 但是如果兩個人沒有節奏 或者是他的那個重心 被搖擺的話 你在這邊沒有 沒有沒有兼顧好的話 對 可能大家都會丟掉 或是受傷 失去平衡 或者有意外 嗯 我覺得需要一個 兩個和諧的一種表演方法 然後可能中間 我也會忽然間變 變了節奏之後 你會發現 你在演的過程裡不會發現 你再回來 在真的是完成了之後 我覺得 剛才我有點失誤 他把我那個失誤 完全幫我彌補了這樣 所以你們兩個 有默契到 其實會去cover彼此 就是當下的閃神之類的 他cover我比較多 沒有啦 但是我覺得 大家一起合作 應該是互相互補的嘛 嗯 有沒有哪一場戲為例呢 因為其實像 過去無間道 為什麼稱為經典 有那個天台對峙戲 就大家覺得這個是 影史上經典的一幕 但我覺得這一次在金手指裡面 好多這種 兩個人氣憤緊張 那種 tension高張的這種情節 在金手指裡面 真的是放滿放好 更勝以前的無間道 所以會不會有很多 像這種時刻 是你們其實 自己彼此之間 是靠著跟對方的默契去呈現的 我還記得有一個在Office你要走 然後你這個真的 到最後他叫我們 你剛才撞撞得好好看 還記得撞到我那個 我們撞完之後就OK了 導演也覺得很好 但是我們再拍再撞不了了 就是那個撞沒有了 就是剛才的那個 就只有一個 是感覺最對的 對啊 這樣就是 也不是 也不是特別要前面安排 所以這就是算是即興了 對 那你們 因為其實兩位都在這個 各個國際銀潭上面 也得過很多獎 在跟彼此合作 我們剛剛講的是有默契的部分 但會不會有壓力的部分 會不會有壓力的時刻 完全沒有壓力 完全沒有 完全覺得很放心 然後可能是大家有一個信任吧 然後其實還有就是 大家的目標也是很希望 怎麼配合去把整場戲做好 所以大家的目標都很清楚 就沒有什麼特別壓力 反而是看怎麼能夠互相幫助 然後讓那場戲能呈現到達人需求的效果 尤其這部電影的背景是在80年代 那其實是你們幾乎在演藝圈裡面最火藥的年代 那時候你們的產量可能一年有 可能沒有50部也有30部40部之類的 我 我不知道就是 可能 大家看到我們在那段時間 我不知道圍仔會怎麼想 或者是他的過程是怎樣 我是 我是對80年 90年的社會是完全沒有感覺 都在忙 所以這一次拍的時候會 反而是在看到 原來是有件這樣的事 所以那時候都沒聽說 對 所以那個時候 我80 90年真的忙到 基本上連我 我家裡發生什麼事我都不知道 代表你沒有買股票 沒有 沒有 買啊…